我們剛剛講的程式 其實都在雲端上面 第五個單元裡面 雲端白板的第五個單元 這邊其實就有我們上個禮拜的程式 所以OS 所以你可以往上拉 這邊其實都有 有沒有合併 然後這邊是合併最終版本 然後再分割 這邊其實都有 還有第二個方法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第二個方法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底下也有提到有關用益 Sale合併的方法 只是說我們重點還是擺在Python裡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一樣可以再試試看 用那個Sale VBA一樣可以做合併 那只是說相對程式碼會比較多一些些 能不能做 當然可以 那只是說在那個VBA裡面 可能就是什麼 那個回圈 那個 OVS.WALK 那VBA裡面就有個叫DIR的函數 那其實它的 什麼 應用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把那個資料夾裡面的 檔名跟副檔名幫我抓出來 就這麼一回事啦 然後跑一個Do-Fi 我覺得就是跑到沒有為止嘛 OK 那其實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自己再練習過 那 4點後面我們再看好了 我覺得實際上看案例 會比較直接一些些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就直接跳到那個資料庫的部分 所以資料庫在這邊 那資料庫呢 包含就是新增有沒有 新增的程式來支援 那另外我們用一個叫 SQL Lite Browser Database Browser 這個其實是一個免費軟體 它不用安裝 下載打開就可以 那這個 用途主要就跟那個 我們 那個 assets assets 現在很多 其實很多電腦都沒有裝assets資料庫的那個程式嘛 OK 那也就是它那個 程式產生的資料庫 如果你沒有安裝那個程式也是打不開的 那一樣道理 如果你要開那個.db的資料庫的話 它其實可以用這個程式非常簡單 打開就可以了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好像也有練習 用這個SQL Lite Browser 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把它開啟 然後找到我資料庫的路徑 Cursor01.db 打開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呢 就會有我們的資料 有沒有 Database Structure 就是這個地方的話呢 總共我們建了兩個資料表 它會顯示 所以一個資料庫 裡面可以產生非常多的資料表 有點概念有點像Excel Excel裡面的那個工作簿啦 工作簿裡面就可以放很多的工作表 那道理是差不多的 OK 那如果你要看它的欄位 總共這個是Table裡也有兩個欄位 然後Type就是形態 這邊都會顯示出來 然後 甚至它會把那個SQL語法也幫你附帶在旁邊 你也可以再會參考 然後裡面的資料如果你要瀏覽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打開 所以我上個禮拜呢 做了一個Table01的一個資料表 兩個欄位嘛 然後分別放編號跟電話 另外的話呢 就是一個Member01 不過我只有放一筆資料 因為上次只有圖法鏈剛做了一筆 那今天的話就是怎麼樣 我要把全部資料通通通倒進來 那要怎麼倒進來 所以呢 你接下來這個地方就很重要了 一個沒有順序的一個檔案 第一個怎麼開啟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開啟 所以開啟把它塞進來就對了 那所以你要先確定幾件事情 第一個你的那個 這個根目錄裡面的Member01 Member01 Member01 Member.tst 然後另存新檔一下 看一下它的編碼方式 那這個編碼方式好像我記得 我們之前是刻意把它改成UT8 OK 如果你是UT8 跟不是UT8 開的方式會有不同 最重要是它encoding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常常人家給你檔案 就是可能會有這兩種 一個NSI 一個UT8 如果你假設呢 選錯了開檔方式 那出來就亂嘛 大概就這樣子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先已經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資料固件好 但是開檔 我們可能要把它在旁邊寫 所以我先把這一段程式碼 先註解 所以把它Ctrl加1好了 Ctrl1先註解 那底下的話 我就練習什麼 我要開那個檔 那開那個檔其實蠻簡單的 就F等於Open Open那個路徑呢 刮斧一下 跟它講說 我在根目錄底下叫Member Member.tst 然後呢 我要開的模式給它一下 就R模式 然後呢 因為我的編碼方式是UT8 所以這邊加一個encoding 如果encoding你想要拼不出來的話 其實它應該會顯示出來 或者是 大概記一下 大概打個enc就出來 encoding等於 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呢 請你把它改成一個字串 不是一個瓜糊 然後叫UTF1-8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怎麼樣了 也產生一個F物件嘛 那我們在利用什麼 利用 特別是用主行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不是要全部讀取 我們應該是把它一個一個讀進來 變讀到一個串列 所以底下的話 我應該要讀一個串列嘛 所以我在這邊加一個List1等於什麼 等於用F物件裡面有一個叫ReadLite ReadLite 叫S 可以把它全部讀進來之後 那List1裡面 基本上就是 所有的每一行 其實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Print的話呢 你可以把List1 看一下有沒有讀成功 如果成功的話呢 接下來就做切割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呢 讀進來之後 欸有耶 有沒有 它是幫我把它放在這個 中瓜糊裡面 總共會有 50個會員資料 那要避開第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尾巴有個換行 這個換行可能要把它拿掉 不然的話 將來會多一個換行 那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可以怎麼樣 針對這個List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呢 就for i in range 那這個range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你要讀取的範圍 當然第一個要避開 避開這個 這個是0嘛 所以避開0 那所以意思就是從1開始 到哪一個呢 到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 當然你可以輸入51啦 因為我們到50 對0 最後一個是50 51提起來 但是這個數字喔 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 叫len的一個函數 然後刮符的話呢 其實len去算一下 List1 得到的也是51 所以其實你乾脆就直接用len來算 然後冒號一下 裡面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什麼 就可以幫我把它print出來 print的話呢 就是把List1裡面的 第幾筆 第1筆 幫我print出來看看 OK 所以喔 底下這個是讀到串列 那這個的話呢 把它放大 Ctrl1好了 那這個呢 底下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幫我 把它拉過來一點 OK 然後呢 就是幫我怎麼樣呢 幫我把 從第一筆 然後讀到最後一筆 然後幫我print出來看看 OK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print的結果 如果OK呢 預法錯誤 打錯了 OK for i in range OK 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就print出來了 各位可以看到 那如果說我今天 一筆一筆出現 當然最後呢 它這邊會多一個換行啦 所以我之前講過 你如果要去掉換行的話 你可以再記得一個叫什麼 striple striple的 這個 這個方法 它其實可以去掉那個換行 OK 那這樣的話就去掉換行 看一下 有啦 全部都ok了 那上面邊 上面那個 藍位名稱也沒出現 因為它是0嘛 我們從1開始 好 那問題來了 那可是問題 它現在是整個一串啊 那如果說我今天那個 藍位總共五藍嘛 所以勢必要切割 那切割可以按照怎麼切呢 按照豆點去切 所以喔 豆點怎麼切呢 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再切 那切怎麼切 我的習慣是在這邊 再加一個list2 因為再來 就要把list1裡面的東西 把它利用什麼 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放在上面 把剛剛得到這個東西有沒有 用再利用一個方法 叫strip 前面有講過了 Splitter Splitter呢 就是有點像是那個 資料剖析的一個方法 然後中間就豆點 好 那它意思是說 根據這個豆點 幫我把它切割 所以喔 它切割過來之後的話 放在list2 那list2裡面的話 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一個 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的話 當然喔 編號放在0 然後姓名放在1 總共五個長度 OK 所以我們可以 假設喔 我這邊 把這個切割完的 這個串列喔 把它這樣print出來看看好了 把它print print list2好了 切割過之後的喔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結果就長這樣子 我把它縮小一點點 它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 就像這樣 就是一個一個的串列 有沒有 然後呢 就分開來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要得到編號的話 就list2 中瓜阿福0 然後 中瓜阿福1 2 3 4 所以喔 我們現在基本上 就已經得到了 所以假設啦 我要一個一個把它分開 的話 那就是什麼 中瓜阿福裡面是 0的話 就是編號 然後呢 再來就是1 再來就是2 1之類推 OK 所以喔 我假如說啦 像我們之前練習的 比如說我只要姓名 跟手機的話 那其實姓名是第一啦 第1、2啦 所以是 順序是1啦 然後呢 後面再加上串接 中間也許增加一個 豆點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 姓名跟手 手機的話是最後一個 有沒有 最後一個的話就是 第幾個了 第4個 OK有沒有 這個是0嘛 1、2、3、4 所以如果我執行的話 得到結果怎麼樣 只有姓名跟手機 中間加豆點 有沒有看到 姓名加上手機 就被輸出了 那如果我只要前10個會員的話呢 有沒有 有點像之前練習啦 那我就不要取到51嘛 那就取多少 取到0 0已經去掉了 1到10 所以到11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前10個會員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兩個欄位 加上10個會員 那這個之前有練習過嘛 只是說之前沒有先放到資料庫 現在的話呢 就是先丟到資料庫 再去切割 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啦 如果假設你是簡單的工作 你就沒必要說 放在資料庫再取出來 但如果你將來是要做報表的話 就有必要 先丟到資料庫 然後資料再把它塞出來 你要的部分 做你要的報表 OK 是有必要的喔 所以請各位練習看看 就是呢 試著把那個 member.tst有沒有 試著讀取喔 然後呢讀取的話呢 假設我們練習喔 只要前10個會員 加上手機 姓名跟手機的話 試試看 那待會再做一個變化 把檔案讀取 跟剛剛的資料庫 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我希望喔 把這個檔案讀進來之後 然後切割完 順便塞到資料庫裡面 那該怎麼做喔 有沒有把這個跟剛剛那個 結合在一起 那就完成了 OK 試試看喔 所以今天的話 等於是把那個檔案跟資料庫 再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會發現 後面 越到後面的這個課程 就會把前面的東西 再跟後面的東西再串在一起 所以再來後面喔 我們在這個講完之後 後面就是爬蟲了 爬蟲是什麼 爬蟲就是檔案在網路上面 我直接抓下來 所以你還要先學會怎麼抓檔 抓下來的東西還是一樣要塞到資料庫 所以等於是爬蟲 然後呢再結合資料庫 所以喔 等於是又要把前面的東西你要熟悉 你還有辦法把那個 就是後面新的東西再加進來 那其實學Python是這樣啦 等於就是說 有點像爬山一樣 一接一接一接的 有沒有 你要先爬上去 再下一接 所以如果你學會檔案資料庫 然後爬蟲 爬蟲之後的話 如果你想要再學AI的話 其實你就會再寫 因為其實它就是有點像套件的概念 反正就把那個套件掛上來 它裡面有哪一些功能 你學會它裡面的模組 模組裡面有哪些方法 然後你要針對它要的相關功能 你去把它做實作 也就可以變出你要的結果出來了 所以每一個每一個 其實都有一個關聯性的 那這裡面的話 當然不外乎就是我剛剛講的 反正喔 這個串列跟回圈 如果你不熟悉說真的啦 你後面基本上就很難玩了 為什麼 裡面基本上都不斷在重複 在做這種串列跟回圈的動作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 以後你要希望很快的 可以把一個資料快速處理完 用來用去 我發現基本上都跟這個 非常有關係 盡可能的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做到就是說很直覺的 你看到什麼 你去做下一個動作 而不是用背的啦 OK 所以你會發現我剛剛做的動作 基本上都是看到什麼 做什麼 看到什麼 做什麼 一步一步就OK了 OK 所以你要先知道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就一步一步把它分別完成 你就不需要圖法煉綱了啦 我覺得最厲害 不要圖法煉綱最重要就是什麼 回圈加串列 所以回圈加串列 這是一個解決方案 當然如果你不會回圈 那就等於你學成事沒意了 再來 串列 所以你要很熟悉串列 再來就是說開檔 檔案開啟 跟寫入資料庫 後續你要做 像一些統計分析 你在從資料庫把資料查出來 看你要哪一個 哪一個range的資料 它其實可以做篩選 有沒有 把資料篩出來 然後做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有點像書紐分析表 看你要統計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如果你要畫視覺畫圖表 在Python裡面也有畫圖表的套件 你就可以很快把這個 結構給畫成一個 視覺畫的圖報表 試試看